记者于赵福,吴声如新北报道,F-16战机今天下午在汉光演习中于基隆市与新北交界山区逝世,基隆市议员杨石成人在南戎公墓参与选民告别逝世,有听到空中很大的声音,但是没有看到战机的身影,之后声音就在半空中瞬间消失无踪,且声音并不是持续的,后面都是中段式喷射声音。 杨石成说,他当时也不知道是战机,不料后来就听到F-16战机失事的不幸事件,新北市目前派遣五分队,中队,第六大队,特搜大队含搜救权和空拍机,统计目前人车18车58人,国防部后被指挥部通知于定内国校成立搜救前进指挥部,并通知基隆市消防局二大队向大队长前往担任 协调指挥官,并加派中山安乐细腻中正分对治匣内山区加强扩大搜寻中。